大家好,嚴嚴,下日當然最好是去室內活動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香港藝術館 它幾年前裝修,近年就開放,遇上疫情 新的藝術館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當然既興奮就又緊張 入門口除了要掃安心出行,進去還有安全檔檢 除了特別的專題要收費之外 其實很多展覽都是免費的 如果你亦都可以申請這個年費炭冷氣 一進去其實透光設計,對於憂上維港景色 其實是上深月目,十分舒適的 今天有個專題就是走進巴洛克 其實它這個是後文藝復興的西方油畫展 門口亦有三個比較現代化的作品 戲劇性和趣味都是十足的 其實它們都是模仿這個經典的巴洛克作品 所謂巴洛克其實是指十六世紀的藝術潮流 起初它是帶有貶義的 因為它們不遵從這個復古的規範 用色或者更加奪木 創作就更加大版 那巴洛克時代其實 因為一些藝術就沒有屈臨區在道具 其實創作其實更加自由和奔放的 特別是十六世紀的這個宗教改革 其實對於西方來說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來的 入場其實是分暗一點 但是它比較神秘 因為有些畫可能大家都一目所知 但隔壁有個介紹可以看看 觀賞的時候因為打了光 其實你也不能太近 還有要走一走的角度 因為會有反光 那人流就比較多的 那大家有時間就可以多點逛逛 特別在這個夏天 頂多五世紀 請停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